OK 那今天呢我要来拍一个视频 今天我朋友找我单挑呢 然后他拿的是模拟器 他模拟器比他原本的东西还要烂 然后呢我究竟是怎么把他达到1比7的呢 今天就来看一下我被虐吧 GoGo 今天调两倍速 好第九拿沙漠之鹰跟一个粘胶 然后这里都没看到人 这里都没看到人所以选择跳下去 那个货柜上看人再加个粘胶 因为无限粘胶的关系所以斯卡也非常吃香 接着直接绕去敌人的阵营 然后发现了脚步声 但是并没有看到他 剪接着一个镰刀匣直接冲过来砍我 痛爆啊 我自己先架了一个凝胶里养补血啊他直接跳下我用凝胶把它挡住 但这镰刀匣不愧是镰刀匣 但这镰刀匣不愧是镰刀匣扛我117 有过痛 这个镰刀匣真的很恐怖呢 好第1局直接被虐 继续拿沙漠之银跟一颗凝胶 那我是主照你不准在哪里的 那我先到了平常我玩这个地图我非常常去的一个地方 发现没有看到人我直接选择 绕去他的家 就跟第1局一样 赫兰发现他准备去捡空头 直接冒了他一枪他直接回进我一枪 不痛的 另外是模拟器的关系 所以他的 手感不会那么好 不然他基本上都是枪枪台 那跟我玩的这个人呢算是一个川七大龙 接着第3局我又选了一把沙印 然后一样是买颗凝胶 那这一局我们是玩单发枪 这一大场我们说好玩单发枪 然后我直接跑上 屋顶想要封住 然后你只要封住他的路 结果直接被抬呀 哭啊还笑我 接着买一把沙印跟887 买了一把887之后呢想必 如果他就拿3我的胜率会比较大 接着这一跑去捡空头拿到一把 M82B 所以想要用M82BG他但是我想说这玩是玩单发枪 所以就不拿M82B 这里一个接连炮枪 斯卡伊尔丢出去然后他直接从后面绕过来 哇超痛的啊他到底拿什么枪 那有时候在蹲架的时候就是 在蹲的时候会不然 按到第二枪所以 对手就会觉得好像说你在连发 然后就酿成了下一场的悲剧 然后这一局呢是叫我非常的贱啊 又动出来又动出来啊直接把我堵在外面 那这局呢是我先被堵死 所以还是他赢了 然后他觉得我这场是玩点发马 说不知我我只是多按到一枪而已 然后呢就来看他这一局我是怎么被虐的 对吧 一样选择887跟杀鹰 然后哭啊他怎么选UMP啊 那一局直接被秒杀掉 好这局会选了UMP 那看到他之后呢直接 加了一颗凝胶 那这一先给他几枪之后呢 直接撕开一二打进点 跑到围墙之后呢 有个UMP扫射完全没射到 那这里用施凯也无限补血 算是一个无限凝胶的小剑招 那这一局看到了SBD直接拿起来 我这里直接拿无人机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把那因为手榴弹跟无人机是在同一个 所以就有拿的是手榴弹 那我一直拿成是那个 我一直拿成无人机 结果到最后他自己先毒死了 我完全A887枪都没碰到他 这一局天文台呢 跟大家介绍个新东西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没拿过 那这里还给我迷离无人机正常玩的 那我才注意到 我拿的是无人机 所以我就疯狂的放置无人机 那这一局的空头呢 哇 集体无人机一起飞啊 等下哭啊 他怎么跑去那边了 直接SBD扫射他 斯卡伊尔 好这一局我想说这一局是第六局那应该会有那一把枪 是的没错 887X 三发子弹 最强散弹枪 至少就我来说是这样 那这一局呢我想要试试看一波87也开始选择联发 但是这里还是被他无情扫射 最后一局 我选择拿出了我比赛 比较有一点自信的Ada band 那我这一局选择跳上污点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传奇大人有什么神操作吧 我在屋里上给了他好几个炮枪狙 他直接用凝胶宝封在这里 正当我想要去找他之后 正当我想要去找他在哪里之后呢 我直接被扫射 他直接绕到另外一边把我打爆